今天的人物焦点带你来看哪一位呢 周董周杰伦 因为周杰伦3月29号跟他的妈妈跟女朋友 及将近20个朋友吃饭就被狗仔跟拍 结果周董他火大就反拍狗仔 双方爆发了冲突 这个周杰伦他在3月31号受访的时候说 打人是规拳 我打他还在这里吗 应该已经到医院了吧 周董这个出道至今立抗狗仔 有感于1997年这个英国王妃戴安娜 遭到狗仔跟拍发生车祸身亡 他与众欣赏的说这里不是好莱坞 法律支不了我来治 还自称自己是蝙蝠侠 接下来来看周杰伦花了两个小时 把自己剪的反跟拍影片给po上网的新闻 前方三个人手持摄影机不停拍 其实他们都是狗仔 目标就是周杰伦和坤林 这家人者狗 这家人者狗 不满被跟拍 周杰伦还帮三个人各取称号 调侃一番 3月29号周杰伦带着坤林 和一票好友到餐厅吃饭 遭到狗仔跟拍 引发周杰伦不满 自己拿出摄影机反拍 双方人马僵持不下 这段影片是周杰伦31号从大陆表演回台后 花了两个小时剪辑后制 排上特效 并请好友担任旁白 用动新闻的方式将狗仔调侃一顿 为了抵制狗仔偷拍和维护生活隐私 周杰伦亲自制作影片 要对这些一直跟着他的狗仔们 展开反击 我今天放小瓜就讲到这里 希望你们这些狗 总结以后洗牌洗手 不要再做这种事情 好好去做人